为减低社区传播的机会 所有进行居家隔离的新冠确诊人士 都要带电子手环 政府会派人员上门 向情报个案或透过网上平台申报的个案 派发抗疫物资包和电子手环 并同他们装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式 确诊人士在居家隔离期间必须带上手环 以确保他们遵从法例隔离要求 不会离开居家范围 不遵从隔离令属违法 最高可判罚款1万元和监禁6个月 居家隔离的人士 如果在第6和第7日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呈阴性 在取得第二次快测阴性结果后 可以自行剪断和弃置手环 和删除居安抗疫应用程式 不过如其中一次结果呈阳性 就要每日继续做快测 直至连续两天取得阴性结果为止 接待在来